我是Rosey,我今天要介紹的全民土媒計劃 大家可以有印象的話,可以發現在福茂期間 在Facebook界發起的全民生好友運動 我們就發現很多新聞就變成政府把記者會當作攻擊會 然後記者也不會寫平衡的新聞 我們說要遷徒政府,但結果都要網路抗比戰 但是又不得不戰,因為要拉到輿論的支持 有些新聞媒體根本不報怎麼辦 其實這是不正常的監督心態 因為有少數人在監督政府 但花了極大的資源才能批退爛政客 人民又選出下一個爛政客 長期耗費少數人的資源 其實這不應該是少數人在做的事情 而是應該推廣到更多人 其實現在國人了解媒體的能力大概幾個標準而已 最常會被互導 但其實NTT管不到的網路媒體 其實大家都在說要怎麼走出PTT 而不是讓PTT變成一個繁殖標的地方 其實大家的共通點 筆記者數字,非常相信數字 蠻久都怎麼信什麼 那生活壓力大,沒有時間繼續追議題 找真相 然後又是9IP屏,都是別人錯 這樣子 但就是非常相信大人說的話 那其實可以發現 就是缺乏我們缺乏廣範圍有效力的反駁手段 然後其實監督媒體的門檻現在又太高 然後有點孤照乏味這樣子 所以呢 那我們就是想說可以在APP上 就是這個 使用門檻極低的一個平台上面 然後做出一個監督新聞的APP 那透過評論員抓出客觀的新聞錯誤 然後 再用使用者來投票 那就是透過 比較設定妥當的機制 就可以讓那個投票出來的分數 可以具有客觀的標準 那其他也能在媒體的那個方面 就是增加報導品質 那那個評論員就是傳播正確的知識 以及增加知名度 就是附帶來 不然他怎麼會來評這樣子 那一般我們那個少數人 這邊就是 就是比較我們關心社運的媒體 他就是負責監督還有積極回報 對 然後其他 許多人就開始了解社運 還有尊重專業 他能了解媒體問題 不單是記者問題 那之後大家可以一起 就是 翻過那個巨碼這樣子 那我們希望有 就是 許多 各個相關的 工人師 還有一些 行政業務的 那個 就是人士 這樣 就麻煩大家看一下這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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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